位居中华腹地的湖北省,可能将成为继四川、贵州之后的第三个页岩器生产大省。 文石油Link更多深度内容,请关注石油Link。 1月22日,自然资源部在2019年,全国地质调查工作会议上对外表示,中国在页岩器的调查方面,又取得了重大突破。 这一突破也入选了中国地质科学院刚发布的2018年度地质科技时大进展,据最新的页岩器资源潜力评价显示,中国厄西地区,页岩器地质资源量达到11.68万亿立方米,约和93亿吨石油当量,专家表示具有建成年产能100亿立方米的资源基础。 当下正值中国加强油气勘探开发力度之际,并且页岩器开采在四川、重庆等地,已形成规模化突破。 这一系列因素,都有望让湖北省页岩器的开发迎来提速。 页岩器潜力大省湖北,湖北省接下来有望成为即四川、重庆和贵州之外,页岩器开发最重要的战略阵地,成为中国天然气增储上产的新基地。 目前,中石油、中石化,在四川、重庆地区开采的页岩器,主要储存于龙马锡祖地质层系中,而厄西地区在镇呆系、寒武系、质流系三个地质层、系、军货高产页岩器流。 这意味着,厄西地区为中国页岩器的勘察,拓展到了一个新领域。 这对国内的天然气勘探开发行业而言,是一次极大的突破。 实际上在过去几年当中,厄西地区的页岩器勘探旅获突破,早已展现出了良好的开发潜力。 厄西地区的页岩器地质调查始于2009年。 调查发现厄西地区震弹系、寒武系和质流系三个层系页岩分布和厚度都较大,且埋身适中,因此被确认为进行页岩器勘探的主要层系。 2012年,在中国第二轮页岩器碳矿权出让招标中,华电集团、湖北省地质调查院合作, 中标贺峰和莱凤咸峰,两个页岩器碳矿权区块,双方随后合作,钻探了湖北省首口页岩器井来的伊井,这口井于2014年成功建气。 在2016年,湖北宜昌震弹、寒武、质流系,获得多层页岩器重大发现,还成功入选了2016年度地质科技十大进展。 2017年是湖北地区页岩器勘探突破极大的一年。 在这一年,位于湖北宜昌的页岩器井鳄仪夜易井,获得了日产量6.02万方,无阻气量,每日达到12.38万方的高产页岩器流。 鳄仪夜易井签订了1200平方公里的页岩器有力区,预测页岩器资源量超5000亿立方米,约合4亿吨石油。 该井的突破为湖北省页岩器的规模化开发,注入了极大信息。 2018年,鳄仰夜二井更是获得了产量5.53万立方米日,无阻流量19.82万立方米日的高产工业气流。 特别的是,鳄仰夜二井的水平段目的层为震弹系陡山陀祖二段,是世界第一口在最古老地层完成的夜岩器水平井。 中国夜岩器开发营新一轮提速。 业内专家表示,鳄西地区有力区夜岩器,可采资源量超过4000亿立方米,初步具备建设100亿立方米,每年产能的资源基础。 100亿立方米,每年产能水平,和中国目前最大夜岩器田福林夜岩器田产能水平相当。 这意味着鳄西地区夜岩器的开发,有望将中国夜岩器产业的规模,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。 从过去一年,国内夜岩器产业发展情况来看,中国夜岩器开发,已取得极大进步,这将为鳄西地区夜岩器的规模开采提供支撑。 中国石化江汉油田公司负责作业的福林夜岩器田,2018年全年实现60.2亿立方米产量,实现新增经济可采储量54.3亿立方米,新头产气仅81口。 福林夜岩器田,也于这一年建成了100亿立方米产能。 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,其夜岩器生产,也进入了工业化大规模开采阶段。 2018年,长宁威远夜岩器市饭区,年产气31.18亿立方米,到该年年底,川南夜岩器日产量,更是突破2000万立方米,从比增加119.3%。 并且在2019年1月15日,中国石油与英国石油公司BP合作的第一口水瓶井V206H邀井顺利投产,标志着内江大族区块五峰组龙马虚组夜岩器,成功获得商业气流。 中国石油浙江油田,2018年也实现了11.5亿立方米夜岩器产量,并在中浅层夜岩器勘探方面获得突破, 据四川宜兵和云南昭通之后,在四川卢州,开辟了夜岩器战略新阵地。 据了解,浙江油田在太阳大寨地区,集中勘探型价浅层夜岩器,以基本探明千亿立方米储量。 此外在2018年,贵州的千亿方级夜岩器田,正安夜岩器区块,开发也实现了推进。 在2018年12月底,正安夜岩器区块的安业二锦开算。 据了解,到2020年,正安夜岩器区块,将建成夜岩器年产能5亿方,到2022年达到12亿方,到2025年达到30亿方。 到2028年达到50亿方。 在夜岩器的整体勘探方面,据自然资源部最新发布的全国石油天然气资源勘探开采情况通报,2017年度。 在2017年,中国夜岩器新增探明地质储量出现大涨,达到3767.6亿立方米,约合3亿吨原油,剩余可采储量,增加了62%。 不管是从勘探还是生产上看,中国夜岩器产业,都呈现出了加速发展。 所以湖北省的夜岩器产业,接下来也值得夜岩器相关企业的重点关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我。